来看一个第二个例子 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是关于固定在顶部的水平居中的菜单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做一个悬停菜单的时候 会用这种效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页面很长的时候 我们在托托页面的时候 是不是上面有个菜单会固定在顶部 像这种效果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定位的方法来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固定在顶部的水平居中的菜单 这个是怎么做的 好 好 这个的话一个人准备了呢 我没有把它给剪成什么片面 所以这个出不来是吧 好 来一个 那么来再来新建一个 010定位10202.html 存一下 好 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 好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一个菜单的话一般是什么呢 是一个长条吧 是吧 一个长条的菜单 那么这个菜单具体的里面的东西我就不写了 我就写这个外面一个长条 比方说是再来一个点menu吧 这样一个长条的一个div 好 这样一个div的话 假如说这个里面就是菜单文字 好 像是就是这个意思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div div啊 好 这个div的话我大概写它的样式啊 比如说拿一个styre啊 然后的话这个menu是吧 点menu啊 menu 然后它假如假如我先它的宽我不写啊 宽我不写我去写个高吧 高假如是假如是这个80px是吧 好 背景色的话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go的啊 这个背景色啊 好 那么这样一个value的话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 这是一个div吧 是吧 div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块元素吧 好 块元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是这样一个div啊 它是一个块元素啊 块元素的话或者块元素是怎么样 它的宽度应该是等于负极的百分之百吧 是这样的啊 我没有写宽度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的宽度就是等于负极的百分之百啊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body本身有什么margin吧 所以它没有顶格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 这个div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假如说我把这个div定位一下啊 那么的话怎么定位呢 一般的话我们做这种效果的话啊 做这种固定在顶部的话一般是什么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固定定位来做的啊 固定定位的话是什么 定位的元素相对于什么 浏览器窗口吧 跟其他元素无关啊 我只找浏览器窗口来做定位的这个参照 所以说我们可以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div做一个什么呢 相对于浏览器的定位 那么的话就是什么 固定定位吧 好 那么我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元素做一个固定定位的时候 看一下它出现什么效果啊 拿一个fixed 是不是固定定位啊 fixed 啊 好 fixed 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元素会变成什么样了啊 好 好 我来刷新一下 它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这么宽呢 看到没有 为什么呢 这个是刚刚我们说的一个特性吧 就是绝对定位或者固定定位的 快元素啊 包括快元素以及什么 行列元素怎么样 会自动转化为行列快元素吧 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说行列快元素的话 如果不设置宽高的话 怎么样 宽高是有内容决定的吧 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div因为我设置高没设置宽 那宽那是什么样 是不是有文字决定的 是吧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 就从刚才的状态变成了这个状态吧 没有没有啊 那么这就是大家要记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是吧 那么记得如果说你的这个宽元素如果定位了之后啊 大家记得 定位了之后这个宽元素如果没设置宽的话 是吧 没设置宽高的话 那么记得要把宽高加上去 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子啊 我想也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好 假设说这个这个什么呢 menu它的什么呢 它的宽啊 我给它一个宽嘛 那宽是什么呢 假设是960啊 960px啊 这么宽啊 这个960的话是以前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宽度啊 经常用的一个宽度 好 960的宽度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再看一下 那么既然给了宽度 那么它的宽度就是960啊 960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想把它定位一下 是吧 定位一下 那么已经写了定位属性了啊 好 那么定位的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既然是什么 它是什么 固定在顶部的水平居中的菜单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写一个什么 首先我们写个top吧 top的话应该是得多少啊 top 就是它的偏移 top值应该是多少啊 top应该是0吧 它固定在顶部吧 top值应该是0啊 0 大家看一下啊 0PX 0PX它是固定在顶部啊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固定在顶部啊 固定在顶部啊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要求是什么呢 水平居中的菜单 是不是这样的 水平居中菜单 那么大家 呃 有人说这个用这个 margin可可以啊 margin 比如说margin margin0 op可可以啊 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这是不是水平居中啊 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来刷新一下啊 没效果吧 没效果啊 所以说这个定位的属性 定位的元素的话 用这个margin的话 做不了 做不了 做不了的话 那么我们用什么呢 left吧 left来给它偏移一下 是吧 left啊 假如我偏一个200PX 200PX 好 偏一个200PX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200PX 好 这个地方好像是居中了 是吧 好像居中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把它 这个再来这放一下 这样再放一下啊 这个有没有居中啊 如果说我的屏幕只有这么宽的话 是没居中啊 那么这么写应该不对吧 是吧 不对啊 好 不等这么写啊 那么这里的话就有一个技巧啊 有一个技巧 就是怎么让这个定位的元素 什么呢 居中啊 居中的话那么有一个技巧 什么技巧呢 就是用left的时候写什么呢 写这个百分比啊 百分比写什么百分比呢 假如说我写一个百分之五十 好 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它就会按照这个什么呢 宽度的百分之五十的地方 来把这个元素给它定位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方 就是在水平方向 百分之五十的地方把这个元素定位到那里 好 如果这个时候我写一个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然后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 怎么意思啊 这个地方是吧 这个左边这个地方是不是干嘛在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什么 浏览器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这个宽度这个地方啊 好 假如说我把屏幕在缩小的时候它一直在会在百分之五十的地方吗 看见没有 是在百分之五十的地方啊 好 我再缩小 是不是还是在百分之五十的地方啊 好 这个是管用的吧 靠谱的是吧 好 很靠谱啊 绝对是在百分之五十的地方啊 好 这边的框和这边的框绝对是相等的 好 那么 这样也达不到效果啊 我现在想想让它水平居中是这样的啊 水平居中啊 好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技巧 还是marking marking的负值的技巧啊 那么既然是百分之五十的地方我再把它拉回一半 可不可以啊 拉回去一半 那么就可以保证它水平居中了啊 那怎么拉回去一半呢 用marking的负值啊 这是一个技巧啊 marking left 负一半 负多少呢 负它的宽度的一半 拉回去一半 那么这个宽度是九百六八 那么它的一半是什么 四百八八 四百八十ps 这这个技巧啊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拉回去一半之后怎么样呢 marking left实际上是往右偏吧 负值的话是不是往左偏啊 偏多少呢 偏它的自己的一半 啊 那么这个就是居中了啊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这是不是居中了 看一下啊 如果说我把这个瞧一下看见没有 是不是 我讲是居中了 是不是居中了 啊 这就是一个啊 比较经典的例子啊 这个居中 啊 好 居中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水平居中啊 好 那么你说这个是什么可以悬浮在上面 是不是这样呢 为什么没有悬浮啊 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来试一下啊 它是不是可以悬浮在上面 是吧 假如说我把这个页面的话把它弄高一点啊 弄高一点 假如说我里面给一些文字吧 比如说给它个P啊 啊 这个是什么呢 网页的文字啊 网页文字啊 然后的话我把这个文字给它聚中一下吧 P啊 然后是 给它 Tex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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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Center啊 好 好 我就给多一点吧 就是想让那个网页的这个长度变长啊 好 然后的话怎么给呢 这个地方给个换行不可以啊 换行啊 换行 好 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 然后我把这个复制多一点啊 复制多一点 够长了吧 够长啊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吧 是吧 好 我把它拨动一下 它是不是悬浮在上面呢 还没有啊 就这种效果啊 是不是悬浮在上面呢 好 就这个效果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 固定在顶部的悬浮的 学品中的菜单啊 这么就这么做了啊 这就有几个技巧就是什么呢 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 这个Lap的什么呢 50% 啊 然后是marking lab的这个 这一个技巧啊 好 那么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的技巧 跟这个技巧实际上是一样的 一样的 什么 什么例子呢 就是关于这个弹出框啊 就是说我们页面上有时候会弹出一个弹框是吧 很多时候的话系统的弹框不太好看 系统弹框太难看的啊 我们一般是弹框是自己做 自己做的话 咱就用一个DLV来做是吧 DLV来做做完之后 然后把它先把它藏起来 然后要弹的时候我把它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啊 好 那么这样一个弹框的话 一般是什么呢 这个弹框是什么 相对于这个浏览器水平和催直去中的吧 好 那么这个弹框我们来做一下啊 那么同样的我们把它也做到这个页面上啊 然后这个页面上还有一个弹框啊 把它放到这里啊 然后这个弹框的话再做一下 比如说这个 DLV 啊 Class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 Hob吧 Hob 啊 弹框啊 好 假如说这个你弹框里面的文字的话就是 弹框两个字吧 好 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后面做到具体的弹框的话 再把它细化一下啊 然后这个就是弹框啊 弹框 好像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 这个弹框的话我们来写下来样式啊 写下来样式 好 这个 这个POPUP啊 好 POP 点POP 啊 好 那么这个弹框的话 假如说它的这个宽度啊 假如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500PX 500 啊 高度假如是300PX是吧 300PX啊 然后的话这个弹框的话它的 假如有一个像素的边框是吧 啊 或者是哪一个十个像素吧 BORDER BORDER 然后是10PX 然后SOLID 来一个什么假如是来一个黑色吧 000啊 这一个弹框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弹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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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弹框 这个弹框 我给它一个 发心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弹框吧 这个弹框啊 好 这个弹框啊 这个长得不怎么好看是吧 好 那么我们把它美化一下吧 美化一下啊 然后来一个一吧 一个像素啊 一个像素 然后的话 我把这个弹框里面加点东西啊 然后这个里面拿一个标题就可以啊 H1 H2 标题啊 好 这个是弹框的标题是吧 标题 好 好 这个POP UP的话 那么我就给它一个白色吧 白色啊 嗯 嗯 来个 好 好 然后弹框的话 本身的话 弹框的 这里面的这个H 这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H2 是吧 H2 啊 好 H2的话 那么就是给它来个背景色吧 背景色是来个 来个 来个够的吧 好 这样子的啊 然后marking的话 给它来个什么呢 marking 给它来个10PX 啊 10PX 好 这样一个效果啊 然后的话这个高度的话 高度给它来一个啊 高度给它来个 40PX 好 再看一下这个弹框是效果好一点是吧 好刷新一下 大概是这样一个弹框吧 这个弹框啊 好 它就是被那个什么呢 被这个什么 菜单给拦起来的吧 是吧 挡住了啊 好 挡住之后 那么一般的怎么样呢 我们要弹框的话 弹框一般是怎么样 一般是要盖住所有的东西吧 要盖住所有的东西啊 它不可能被其他东西挡住啊 它弹出来是让我们看这个弹框里面提示的文字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弹框的话我们既然要盖住所有的我们怎么样 就把它什么呢 定位一下吧 也是一样的定位啊 定位下来一个什么呢 position 是吧 来个 还是什么呢 弹框一般也是用什么 固定定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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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xed 好 fixed 然后的话假如我来一个强 先定位一下吧 left 给它来一个假如是300吧 300px啊 好 pof的话给它也来一个300px 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好 pof 300啊 300px 好 300px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弹框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好 在这里之后那么的话它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居中啊是吧 好 那么一般的弹框是什么呢 是相对于这整个的这个 整个这个页面的这个宽度啊 整个页面宽度什么 水平垂直居中吧 水平垂直居中啊 水平垂直居中啊 水平垂直居中的话那么一样的 我们还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 用这个技巧啊 用这个技巧啊 用这个技巧 好 用这个技巧先让它水平居中啊 水平居中的话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呢 这个left写什么 写百分之五十吧 百分之五十啊 left先写一个百分之五十啊 left百分之五十之后 那么再来看一下效果啊 刷新一下 这个左边这个是不是在什么 宽度的一半的位置啊 宽度一半的位置怎么样 那么我们再拉回去一半吧 一样的 跟它的技巧是一样的啊 拉回去一半的话是什么呢 来个marking left left 是吧 marking left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它的宽度的一半是吧 那么它的宽度一半是多少啊 251吧 251吧 是吧 还有一个像素啊 好 那么就是什么呢 负251 负251px 套普也写百分之五十啊 这是它的技巧啊 套普也写百分之五十 好 套普你写了百分之五十之后 这个时候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套普写百分之五十之后 到最下面的这个高度 明白没有 它按照这个高度去算 从上面这个边到最底下这个 之间的这个高度的百分之五十 明白没有 那么就是这个 是不是百分之五十的地方啊 看一下 从这里到这里 以及从这里到这里 是不是相等啊 相等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它在百分之五十的地方 我再问是什么样呢 还是用负值什么 把它拉回去一半 是不是可以啊 拉上去一半 那么就是居中了啊 拉上去一半就是什么呢 marking什么 marking top啊 marking top啊 给它拿一个负的多少 负的一百五十一吧 好 一百五十一pm 啊 好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弹框 是不是居中了 弹框居中了啊 好 好 那么一般的这个弹框的话 我们还会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的z index 设到很大啊 比如说z index 把它设成什么呢 设成一个999 或者是9 再加个9啊 这个是绝对大的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怎么办呢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盖出它 是吧 它应该盖出所有的东西吧 是吧 是这样子啊 好 999 好 这个的话就是保证弹框 可以盖出所有的东西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弹框啊 好 好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弹框的例子啊 弹框的例子啊 好 那么有人会问就是说 你这个弹框的话应该怎么样 就是弹出来的时候应该什么 应该后面有一个按下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应该按下去吧 是这样的啊 啊 应该按下去 或者是弹框怎么的呢 有关闭按钮是吧 关闭按钮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下啊 假如说这里有个叉叉 有关闭按钮啊 这个词典再说吧 好 我们用键S来控制啊 好 那么的话 按下去的话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它也是一个DIV来做的啊 这个DIV啊 好 我们把这个按下去的这个效果 也做出来吧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按下去的效果的话 是这样的啊 再来一个DIV啊 再来一个DIV 好 这个DIV的话 那么 DIV啊 DIV假的class等于什么 一个mask 是吧 mask 好 这个mask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写它的样式啊 点mask啊 mask 好 mask的话 这个DIV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做什么呢 实际上是怎么样 也是定位做的啊 然后是它的什么呢 position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个fix的啊 也是固定位做的啊 好 然后它的什么宽度是什么呢 百分之百啊 就是整个网页的宽度百分之百啊 好 高度的话 是也是写成百分之百啊 高度百分之百 好 然后的话 把它的背景色设为一个什么呢 设计色设为一个黑色啊 000啊 000啊 000是吧 00啊 00之后 然后怎么样 嗯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呢 这个偏移植吧 偏移植吧 偏移植的话 是这样写的 一般是left设为0吧 left设为0啊 top也设为0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是左上角 跟这个网页的左上角对齐啊 宽度刚好是百分之百吧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写的这样一个mask的话 是什么效果是吧 是吧 我们来刷新一下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是吧 这样子的是吧 好 这样一个mask 这个是不是就太黑了是吧 这个 太黑了吧 是吧 这个黑的太太不舒服了是吧 好 一般的话 做成这种效果之后 我们还要设置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 还是设计山里面会学的 我们还提前讲一下啊 就是关于这个透明度 是吧 我可以设它的透明度 这整个的div的透明度啊 透明度的话 我们用什么呢 opacity opacity opacity的话 像说我把它透明度设为0点什么呢 0点 0.5 0.5 0.5 那么就是一半的透明吧 一般透明啊 一般透明之后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吧 其他地方是不是点不了 比如说这个文字 是不是点不了啊 为什么点不了 因为这个盖住它的吧 盖住它的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文字 我想选中 是不是选不了啊 我是得选它啊 这个选不了啊 选不了啊 因为这个div 把下面的东西全部盖住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 还是要什么呢 最好是要设置一下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什么 zindex吧 设置它的这个什么呢 层级啊 它层级的话 设的比它稍微小一点就行了 比如它是9999 是吧 设它为什么 9998 是不是可以啊 就比它矮一个层级吧 它不可能它的层级 比它还高吧 它还高的话 这个mask 是把它给盖住了 是这样的啊 就比它小一点就行了啊 好 这样子 是这样子啊 刷新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样一个弹框的 大概的效果 我们就做出来了啊 效果做出来了 一般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是什么 嗯 我们把这个两个 是吧 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div把它包起来啊 div 好 clastic什么呢 比如说 popol 然后是 con 把它包起来啊 把它包起来 好 你这包起来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一并控制啊 一并控制啊 好 这个包起来之后 没什么效果啊 还是这样子啊 只要我们要包起来干嘛呢 我们就通过程序来控制它的什么 Display属性嘛 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 显示和隐藏吧 好 假如说我这里面拿一个 点pop 啊 刚好con 如果它的Display是等于什么呢 那 这个是不是又藏起来了 好 刷新一下 是不是整体就藏起来了 好 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程序 去自动的把它调成block 是吧 那么它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有了 这个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显示出来了 是不是有了 那么我们后面学加 架子 来调这个纸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 弹框的显示和隐藏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谭框的例子 谭框的例子 好 好 谭框的例子主要是做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定位的这个技巧啊 定位技巧就是什么 一半的什么left值和top值 然后怎么样 再用margin的负值怎么样 拉回去吧 好 这个技巧啊 大家记得啊 好 谢谢 谢谢 Thank you